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身份证的秘密 我们来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首先,前面的这两位表示的是你出生的舍 那么这里四三就表示的是不难舍 然后接下来这两位表示的是你出生的舍 那么顺着来,后面这两位表示你出生的舍 现或者是须 那么接下来这个大家就熟悉了 这一个表示的是你出生的年月日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 他是在2010年11月24日出生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位就是表示的是你在这一个现或者是须 怎么样?出生的顺序 这一个就是顺序码 就你第几个出生的 好,那么下面这一个A表示的是性别 也就是男或者是女 当这一位是单数的时候表示的就是男 当是双数的时候表示的就是女 好,这里的是2 那么表示的就是女孩子吧 最后一位同学们 最后一位是检验这一个身份证的怎么样 正确性 那么这一个就是项 简码 它一般由0到10这几位数来组成A 同学们,有的就很奇怪了 那么这一个10的话 因为我们身份证的话就只有几位数 就只有18位数 那么这里有一个2位数10 那么为了统一化 我们就是用X来表示